腌蘿蔔2.0版 Hello 我是夢幻廚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腌蘿蔔2.0版 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腌蘿蔔的食譜 今天這個是再進化的版本 這個是在大飯店工作的朋友 分享我的配方做法 超級簡單也超好吃 趁蘿蔔還大出的季節 趕快拍前影片分享給大家 快速又好吃的腌蘿蔔 趕快來準備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請大家自行螢幕截圖 文字食譜的連結 我會放在資訊欄當中 有需要的朋友請多加利用 所有的辛香料清洗過後 該去皮的去皮 該切片的切片 白蘿蔔的部分 該不該去皮就看自己 有人喜歡帶皮的 像我是怕辛辣味重 我都會去皮 接著我們把白蘿蔔一根為四 切成片狀 接著要來脫生蘿蔔 脫去它的生色味 用鹽或用糖脫生都可以 我習慣用糖脫生 因為用鹽脫生等等 還要洗去它的鹽份 多一個步驟 我覺得麻煩了點 用糖脫生一樣方便 效果一樣好 就拌到糖的顆粒幾乎都溶解了 可以看一下像影片這樣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靜置一下 大約20-30分鐘左右 會因為滲透壓的關係 脫去多餘的水分 主要就是把苦澀辛辣的水給脫掉 也有人稱為殺青的過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靜置過後可以脫出來這麼多的水 那這些水都不要囉 要徹底的瀝乾 然後加入前面備好的辛香料 怕辣的可以不加辣椒 調味料前面都給過囉 大家再回頭看一下 就一次的全部加入 接著把它們攪拌攪拌 翻拌均勻 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把它拌勻 這時候你可以再嘗一下 要甜、要鹹、要酸 都可以再微調喔 這時候的醬汁沒有辦法蓋過蘿蔔 我們要補上雪碧 或是漆洗汽水 沒錯就是平常喝的那個汽水 真的真的沒有汽水 那就補上清水囉 主要是碳酸類的飲料 可以增加蔬菜脆口的口感 一般的靜置就兩個小時入味 有真空工具的 可以用抽真空的方式 真空壓力不同 可以縮短整個醃漬的時間 抽真空大概15分鐘就可以入味 不抽真空的就是靜置兩個小時喔 醃漬時間到後 就可以準備開吃啦 裝到漂亮的罐子裡 也可以當做半熟禮送給親朋好友喔 沒有吃完的放冰箱冷藏 不沾到水半個月不是問題 記得要用乾燥的工具來取用喔 好吃又快速的醃蘿蔔 等你交作業囉 這個就是今天的食譜分享囉 五個喜歡 別忘了按讚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譜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無推薦 歡迎加入我的IG跟FB 還有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耶穌愛你 我也愛你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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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